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业要想要突破就要以人为何 官场上多留意小人当道 注意农历的11月会破财 感情方面只有两颗心 对于属猪的单身男性来说 今年容易遇到心仪的对象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插出爱的火花 想要拓战非常困难 离婚人士今年一定要协调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 有可能会出现离婚的迹象 至于健康方面有两颗心 要很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 饮食方面要保持规律 筋衡营养 不要饿一顿饱一顿 喜欢熬夜的朋友尽量要改正 至于化解的方法 可以多为自己点灯起伏 做善事冲洗可化解 坚学或者洗牙 至于新颜色 可以多穿黄色褐色跟黑色 巧戒气场 什么是巧戒气场呢 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多接近一些名人 或是一些运气很旺的人物 和他们握握手说说话 甚至拥抱一下 运势也是一种气场 它会不中断的活动 当你和运势强势的人接触时 他们的好运也同时会感染你 这就是张光 在这里我建议给公祝大家 新年快乐 财运横通